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巴菲特的五大投资理念让你慢慢变富 巴菲特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他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投资者之一 也是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他的财富在2022年达到了惊人的1.6万亿美元 位居全球第二富有的人 巴菲特的投资成就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麦达斯王 凡是他碰到的都能变成金子 巴菲特用自己的点石成金法术 创造了伯克希尔帝国和古坛长青树的神话 那么巴菲特是如何做到这一切的呢 他有什么独特的投资理念和哲学吗 他是怎样对待金融市场的呢 今天我们就来揭秘巴菲特的五大投资理念 让你也能学习他的投资智慧 让你的财富慢慢增长 在开始之前我要提醒大家 这些投资理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也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市场和情况 他们只是巴菲特在他的投资生涯中 总结出来的一些经验和原则 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投资思维和方法 但并不保证我们一定能够投资成功 投资是一门艺术 也是一门科学 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 实践和改进 才能在投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好了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来看看巴菲特的五大投资理念吧 投资理念一 保持理性 这是巴菲特投资哲学的核心 也是他的第一条金科预律 巴菲特认为 投资者要做到理性就要能够独立思考 不受他人的影响 不随波逐流 不随意改变自己的投资方针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你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 你只需要看你自己的账本 巴菲特是一个非常勤奋的读者 他每天都会花大量的时间阅读各种书籍 报告和数据 以此来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 提高自己的判断力 他不会轻信市场上的传言和炒作 也不会因为一些热门的股票就盲目跟风 他会根据自己的分析和评估 选择那些具有真正价值的投资对象 他说过 我不关心市场怎么说 我只关心市场怎么做 巴菲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性投资原则 就是要抵制市场的情绪化 他认为 市场是一个非常善变的先生 有时候会非常兴奋 有时候会非常沮丧 有时候会非常理性 有时候会非常疯狂 投资者要想在市场中获得成功 就要能够克服自己的贪婪和恐惧 不要被市场的情绪所左右 而要保持冷静和清醒 他说过 我们要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 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 投资理念二 尽量避免风险 保住本金 这是巴菲特投资哲学的另一个核心 也是他的第二条金科玉律 巴菲特认为 投资的第一要务 就是要保证自己的本金不受损失 投资的第二要务 就是要牢记第一要务 他说过我有两个规则 规则一 不要亏钱 规则二 不要忘记规则一 为了避免风险 保住本金 巴菲特总是在市场最疯狂 投资者最贪婪的时候 保持清醒的头脑 及时退出市场 避免被市场的泡沫所吞噬 他有过很多次这样的操作 比如在1968年 当美国股市一片狂热的时候 巴菲特却认为 已经找不到有投资价值的股票了 他就卖出了所有的股票 并解散了自己的公司 结果在1969年 股市大跌 演变成了股灾 很多股票都跌了一半以上 巴菲特却因为及时撤退 避免了巨大的损失 巴菲特的另一个避免风险的方法 就是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 不要做自己不懂的事情 他说过 我不会做我不懂的事情 我不会投资我不懂的公司 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概念 叫做能力圈 就是指一个人能够理解和分析的领域 他认为 投资者应该只在自己的能力圈内进行投资 不要跨越自己的能力圈 去投资那些自己不熟悉或不理解的领域 这样才能减少投资的不确定性 提高投资的成功率 投资理念三 做一个长期投资者 耐心是关键 这是巴菲特投资哲学的第三个核心 也是他的第三条金科玉律 巴菲特认为 投资是一种长期的活动 不是一种短期的游戏 他说过我的投资期限是永远 巴菲特从不追逐市场的短期利益 不会因为一个公司的股票 在短期内大涨或大跌 就轻易买入或卖出 他会根据自己对公司的长期价值的判断 选择那些具有持续增长潜力的公司 然后长期持有 享受复利的效果 巴菲特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投资者 他不会因为市场的波动而慌张 也不会因为市场的沉寂而焦虑 他会等待最佳的投资机会 然后果断出手 投资理念四 寻找具有竞争壁垒的公司 这是巴菲特投资哲学的第四个核心 也是他的第四条金科玉律 巴菲特认为 投资者要寻找那些具有长期竞争优势的公司 也就是他所说的互成和公司 这些公司有着强大的品牌 忠诚的客户 高效的管理 稳定的现金流和良好的增长前景 他们能够抵御竞争者的侵蚀 保持自己的市场地位和盈利能力 巴菲特说过 我们的重点在于试图寻找到那些 在通常情况下未来十年 十五年或者二十年后的企业经营情况 是可以预测的企业 他喜欢投资那些简单易懂 有着清晰的商业模式 和可持续的盈利能力的公司 比如可口可乐 吉列 宝洁 迪士尼等 这些公司都有着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能够吸引和留住消费者 形成稳定的需求和收入 巴菲特不喜欢投资那些复杂难懂 有着不确定的未来和高度的竞争压力的公司 比如高科技公司 生物制药公司 航空公司等 这些公司的业务往往需要高额的研发投入 而且面临着技术的变革和市场的变化 很难保证长期的成功 投资理念五 买入价格合理的股票 这是巴菲特投资哲学的第五个核心 也是他的第五条金科预律 巴菲特认为 投资者要在买入股票的时候 要注意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关系 要寻找那些价格低于价值的股票 也就是他所说的便宜货 他说过 价格是你付出的 价值是你得到的 巴菲特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买家 他会对每一只股票进行深入的分析 计算出他的内在价值 然后与市场价格进行比较 找出那些被市场低估的股票 然后在合适的时机买入 他不会因为市场的热门而盲目追高 也不会因为市场的低迷而轻易抛售 他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 做出理性的决策 巴菲特说过 我不在乎市场怎么定价 我只在乎市场怎么出错 以上就是巴菲特的五大投资理念 他们是他在投资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 也是我们可以学习借鉴的变富秘诀 当然 这些理念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也不是万能的 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市场和情况 进行调整和改进 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投资是一门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艺术 也是一门需要不断进化和创新的科学 我们要保持一颗谦卑和好奇的心 不断提升自己的投资能力和水平 才能在投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祝您新的一年投资顺利 财富增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做的